范冰冰出席活动,穿著引起现场轰动 近日网上流传范冰冰在山东出席某集团20周年庆典活动照片,人气爆棚,范冰冰穿著的风格与在贾纳电影节上边完全不同, 今天的范爷看起来十分有少女范,小猪配起手机盒在手里,斜胯脚包可爱的随意摆动,身穿蓝色大衣十分得体,一头大波浪披肩随风摆动,美艳超裙,小猪配起身上纹,掌声送给社会人,没想到范爷,也是社会人。 范爷亮相活动非常惊艳,范冰冰的出现造成了现场的轰动,虽然在保安的拥促下进场,然而持瓜群众互相拥挤,目的就是为了一读女神真容,看来范冰冰又重现范爷气场了。 自从范冰冰谈成恋爱后,细心的网友发现范爷每一次出场,似乎多了几分少女的娇俏可爱,显出了小女人的可爱,少了几分率直和坚强的范爷特有的霸气。 女神平易近人,让她口碑极好,大家看在范频频在社交网路上和网友的互动中,现在冰冰亲和了许多,和接地气。 似乎很久不见范冰冰端起范爷的气场。 这个爷爷与他自有的霸气一面,最初他得到这个绰号是,他自己都不知道,记得那是在2010年,范冰冰出现在机场被粉丝发现,一大群人,围了他个水泄不通,听到粉丝叫他范爷时,他左顾右盼照范伟,没看到人,后来才明白粉丝是在叫自己, 但是他不太喜欢这个绰号,哪有一个女孩叫爷的,这样听起来也不是太好听,女孩子还是以柔可刚的好。 今晚的范冰冰,穿着和之前的少年风不一样,进场立刻气场全开,身穿浅棕色印花丸礼服,三位晋线国际明星范,一头大波浪披肩锤挂在性感曼妙的身姿上,打扮得风景而美丽。 有意思的是,网友发现范冰冰在现场人群中鹤立鸡群非常高,很抢劲头,原来是嘉宾席的人都齐刷刷的矮了一截,范爷是1.68的高挑身材,再配上高跟鞋就更显得在人群中显眼。 范爷的坐姿也是非常的自信,看他优雅自信的往椅子后背上依靠,双手含蓄的微搭在扶手上,双腿合并微弯,双脚斜放。 范冰冰冰冰冰冰则一脸淡定从容。 范冰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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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冰�